明星其實已經習慣一件事情就是 他們跟記者抱怨說 你們怎麼知道這件事的時候 他們心裡面都不曉得 是 可是因為這種事情 比方說如果只有兩三個好友知道 明星難道不會回頭去追究說 你是跟誰講的嗎 妳有沒有跟丁小型講我的祕密 沒有... 妳要 有 有 我從來都不會跟他們講你們的 真的嗎 妳那麼守得住 對啊 因為就是我 妳的生活就是... 他常常跟我們說 我們跟你們是不同世界的人 對...不一樣 不一樣 就是完全不一樣 是在嘲諷他故意往上流是會走嗎 也不是 他的意思 對 什麼意思啦 意思就是說 意思就是說因為我跟小姐也是 就是已經認識十幾年的 真正十幾年的朋友 然後講話啊 什麼內容啊 其實就是 對 首先 比方說 Makeo跟小S算是姐妹套的話 是 Makeo是不是有一些好友 妳實在其實不敢恭維的 不到不敢恭維 對 就順便跟他們也變成姐妹套 可是就一直也沒有這件事發生 那妳覺得這樣王思佳做何感想 我覺得我跟他聊不來吧 我後生很能聊耶 妳在節目中直接說 妳跟白冰聊不來 聊不來 聊不來 可是他很能聊耶 很能聊耶 可是會不會因為太能聊 導致我沒辦法休息 會 對 Makeo妳下次考驗一下S 就是他找妳吃飯的時候 妳就說 那我要帶思佳跟鴨子來 好 我下次試試看 他就說不要吧 妳會好意思直接說不要嗎 他如果帶丁曉晴來我會說好 可是王思佳跟鴨子我就會 說那我們再約改天好了 所以妳現在是針對王思佳 不是 因為王思佳他人沒問題 可是因為我知道 他好像非常愛聊天 我覺得那樣有時候 會讓同桌的人比較累 比較要看狀況吧 有人要很能聊 妳就可以跟他很能聊 那如果不想聊 其實我也就覺得還好 可是因為如果我不跟妳聊 他一定會跟Makeo說 小阿姨是拽個屁啊 他有技能 是有社會了不起啊 所以導致我就只好跟妳聊 妳還願意解釋 妳還不翻臉摔妳知道嗎 我真的覺得 我每次啊 就是帶她去一些日本啊 看演唱會啊 或是去慶功宴啊 或是去吃個飯啊 很多日本人都很喜歡 這個型的女生 妳帶她去這些慶功宴 很多日本明星的場合的時候 丁小婷都用什麼造型出現 她都是用那個爆炸頭 很像歐陽飛飛 那妳心裡的感覺是什麼 覺得好時髦嗎 心裡面的感覺就是說 太誇張了 像日本朋友們有喜歡這樣嗎 好喜歡她喔 都好喜歡 沒有人把妳... 沒有人拉妳到一邊去 說妳這朋友好像很驕傲的樣子 完全沒有 他們日本就是男生很喜歡 像她那種很像公主型的那種 女生 那這樣不是搶過妳的風頭嗎 完全搶過啦 而且他們每一個日本男生 都覺得她才23歲 24歲 然後我就會跟他們講 她已經30歲 她很可怕耶 那Markir有跟妳聊很多 她前任男友們的各種細節嗎 我們都會交換 如果說Markir提到說 我們有一次是在車子上 那妳就會交換一個說 那我也有在什麼草地上之類的嗎 我跟妳講 她不會想跟我聊 因為她會覺得說 我的東西長出來 它不會有震撼性 對 她會覺得滿無聊 對 她會覺得你們的東西 都不夠看 那她要去哪裡找震撼性 我覺得她很是震撼 請問妳跟王思佳認識多久 兩...三年 三年喔 那請問妳是演藝圈的人嗎 不是 妳從事哪一方面的工作 我是一般的上班族 一般的上班族 那妳有知道王思佳的秘密嗎 恭喜... 像有一隻過聖誕節 他跟我們一起吃飯 吃完飯以後我們在回家路上 我才想說為什麼車這麼多 後來才發現今天是聖誕節 對 他竟然沒有跟他男朋友一起過 我才也不知道聖誕節 然後聽說他那天那個男朋友 是在...在家睡覺 結果後來被嫁 可能世界很小吧 這樣被他發現 他那天其實不是在家睡覺 他是去跟他參加那種 交換禮物的聖誕派對 妳說這個很弱的男生 不跟王思佳過聖誕節 然後去參加別人在交換禮物派對 對 而且他... 等一下 那一定是那個禮物派對上 有他喜歡的 我以為妳要講 我不知道這件事 我不知道這件事 妳只有跟邱雅講 沒有跟Makio他們講 太丟臉了 因為那天的情形是 因為我們很常 所以他們就找我一起吃 吃完了之後就覺得說 這個氣氛好像真的就是 一個節日這樣 後來發現說今天聖誕節 然後就跟他打電話 給我當時的那個男友 然後他就說 他很累 在家裡睡覺 他不想起床 那我想說算了 反正我也都吃飽了這樣 結果後來隔了一兩天 我有個朋友就打電話 就跟我講說 妳聖誕節那天在幹嘛 我說沒有 就跟邱雅他們在吃飯 他說那妳知道妳男友去哪裡嗎 我就說 他去哪裡 然後他在家睡覺啊 他就說那我現在傳一個 那個東西給妳看 為什麼會有這種朋友 對 然後我就嚇了一跳 他就傳了一張那個 Facebook上面的大合照 就是大概二十幾個人的 那種大合照 然後我就看到我男友就這樣 在中間這樣 然後我男友 因為是手機收的 妳真的上課間就覺得說 是不是看錯 然後就一直放大... 然後就看到他真的就是這樣子 應該是三根九九 他們人群中 真的是一票人的人群中 然後跟我這樣 然後我整個就... 大家就崩潰想說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而且看妳這麼老實 看妳這麼不會說話 然後妳還這麼會騙 然後我就... 我還記得我收到的那個當下 我也是要去跟他們吃飯 然後我就吃鐵板燒 邊想這件事 我就邊吃就邊落淚 那個眼淚就滴在那個飯裡面 然後就他們兩個人說 然後她就跟我說 她只是待了一下下 去跟朋友打個招呼就走了這樣 有可能啊 對啊 對啊 誰管他 妳不在台灣的時候 他也可以去妳家跟妳先生 跟妳男朋友一起嗎 有...有這樣子過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之前都是我家會 我會煮飯給他吃 然後因為我不在 就變成... 我以為... 就是我打回來的時候 所以我去出國以後 我打回來問說還好吧 結果思佳是跟我說 他們在吃飯 對 妳打回家去是王思佳接電話 沒有... 思佳說他們很奇怪 因為思佳是常都一直跟他 跟這對夫妻戴一起 然後每一天都跟他連戴一起 我就覺得為什麼會一直... 因為我跟他老公先認識 可是秋雅出國的時候 妳也去他們家 跟他老公一起吃飯 因為...因為他老公是一個 就是生活障礙的人 就是如果你不去... 兩千天不去看他 你會覺得他會不會就是死了 這樣子 就把餅罰到駁上 他自己不會把餅轉過來吃 他就是一個很需要他在旁邊 就需要老婆照顧他那個 那妳也要幫他蓋背囉 我不會管到他這些東西 就只是去看他還活著沒 然後就是他以為我是... 像給植物澆水的意思 對 就是類似像這樣 就是他以為我去帶東西給他 是其實不是 是因為那天 他男朋友在家吃他煮 就是留下來的一些 就是剩菜剩飯 我是自己提那個 新的便當去吃 所以妳只帶自己的便當 對 我要幫他買嗎 好 對 我是... 不會一起喝酒跟過夜嗎 喝酒是他們兩個人喝 他真的不喝酒 所以妳沒有在... 秋雅不在家的時候 在他們家過夜過 沒有 我有睡在他們家過 但是我是睡在客廳 或是客房這樣 所以秋雅有喜歡她一直這麼 黏著你們嗎 我覺得她現在角色 比較像我們兩個小女兒 對 已經不是電燈泡的東西了 秋雅所以妳完全不擔心 她跟你男友的這種關係 因為他們認識在先 就是沒有走到那個方向去 就只是普通朋友這樣 妳怎麼知道他們未來不會走到 那個方向 我跟妳 因為她有跟妳 絕對不是我的朋友 請問妳當時跟Makio認識多久 從小學到現在 知道了嗎 幾年的交情 所以是... 應該是同學那一類的 小學同學 對 小學跟國中學 等於說Makio每一任男友 妳都知道了喔 都認識 都會出去玩 沒有... 請問...請問一下 大概哪幾個妳有出去玩過 中... 大家知道的都有 她國中的時候做了什麼事 她國中為了追學長 就去參加籃球隊 然後一直在她教室面前走來走去 她去追這個帥不帥 就是比較Man 但是比較低調的男生 還是就單純的走路 就一直走 拉著我們一起走 那妳覺得Makio的男友當中 妳最喜歡哪一個 那個學長還有...上一個吧 誰 Milton 上一個不是Milton吧 不是陳楚河嗎 那她會跟妳講我和大S的壞話嗎 不會啊 她都說小S姐姐 大S姐怎麼樣 她都講好的 妳會問她我們的八卦嗎 不會耶 妳有沒有爭取說我也要被介紹 給日本明星 因為我喜歡的是那個Makio不認識的 妳可以講一下妳喜歡哪一類的明星嗎 我喜歡牧春拓宅 那個可能要忙在林志玲這樣子 可能真的太不熟了 要牽扯到很多關係 我有算過 差不多還要再跟三個人攀關係 三個三個 妳有加碼 可是那三個真的很難 Makio妳如果努力妳可以認識她吧 我如果真的是發了火真的是可以 妳如果努力認識得到小麗巡嗎 小麗巡 幹嘛 妳這應該有兩個禮拜了吧 妳是小麗巡嗎 小麗巡 妳認識得到她 妳喜歡喔 我喜歡她 我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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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願意